我們將來是針對端音體系做主要使用的部分 在實行8.0它增加一個所謂的外層 這個外掛這些工具的部分 那我們稱為叫實行工具 實行工具它的顧名思義 它一定要是一個實體的部分 像各位現在的學校都有編列學3D表記的部分 如果你要練習成實行的東西 你要練習數據的話 你的模型不能是單元 它一定要實體 所以你也一定要把它做成群組或元件的方式 而呢 變成群組或元件的方式的話 可是它不見得都會是實體 什麼叫實體呢 例如說 我們平常的話 我們在這地方做一個模型 這一個亮明起來以後呢 事實上實體它有一些限制 例如說 我們選擇 把它 它化學件做成一個群組 群組以後呢 這個群組它的要求比較高一點 比如說這個群組你選它 它叫做實體群組 那什麼時候會不是實體呢 很簡單的一件事 你針對這個資料它有一些雜質 什麼雜質 例如說這個面破掉了 我選它把它做個三組 你看到 這個面破掉以後呢 再點選看看 它叫做什麼 建立群組 跟剛才不一樣 它叫實體群組 好那另外一個來講話呢 我把這面把它 把它 把它封起來 好了 以後呢 你可以看 它用恢復叫做實體群組 第一個 就是說它不能有波動 第二個來講的話呢 針對它 它不能有太多的 不需要的資料 就是 它要很乾淨 不能有雜質 例如說 我在這個地方 我有一個小小的一個小線 在這個地方 OK 在這裡我們沒有把它切乾淨 那怎麼辦 你再選它看看 它叫做 建立群組 你把這個 垃圾 刪掉 乾淨了 再選它 它就叫做實體群組 OK 那實體群組 也就是這種 很規矩的方式 例如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同樣的 我這裡像 老闆那個地方一樣 我挖一個洞下去 它只要沒有破洞 因為破的面 它也叫做實體群組 OK 不是只是這麼 規矩的方法 真正的一個 冷正方形 然後原住體 這種東西 不是 你可以讓它有一些變化 可是它的 必須每個面 都有所謂封閉起來的部分 不能有一些破損的部分 好 了解這個以後呢 接著我們來看看 它有一些實心工具 它為什麼會有這個實心工具 最主要 它一開始在 我們Skytrap在8.0的時候 它增加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可能會到處的3C模型庫 就是這個 連續它去下載一些模型的部分 很多人在做模型的時候呢 可能會針對 為了講求方便 所以呢 我們做一些建築外觀的時候呢 它也一起把室內內容把它做出來 所以說把這些室內空間啊 把一些家具都把它配置進去 而配置進去的話呢 事實上如果說我們做建築的話呢 事實上我們看它建築外觀 對不對 那室內的裡面 任何的資料 包括什麼 廁所家具 床 包括整個內容 或隔間 我們在外觀這邊 不管不明去轉 我都不會知道裡面的資料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進去裡面 我根本都不需要進去裡面看這些 一些內容的話 對我們來講 它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資料 但它只是 讓我們把它變得非常龐大 OK 龐大的時候呢 連在做運用的時候呢 它就是只要單純外觀 我也不需要做所謂室內 所以呢 你存的一些內容對它來講 不是垃圾 那相對的 你放到余端上來講的話 就是佔余端的空間 所以它 如果當初的時候呢 它希望說你們分享上去的資料 很好 可以讓它共同使用 可是你不需要放太多垃圾在這個地方 佔它空間 別人使用上來講的話 它很單純 它只要外觀 你就給我外觀 你不需要把這些 那很多人說 那我不知道你們去刪除這些資料的話怎麼辦 所以 有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它變成所謂的 它有一個很簡單的功能 就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叫外層 第一個 就是說它把你捕 第一面 它自己電腦幫你算 算說 它只要保留這些內容就好 可是 這是針對簡單的資料 如果說有個空間複雜的話 像裡面包很多什麼家具元件 都是用什麼驅逐元件 其實是建立在裡面 它不會幫你刪 OK 它只是簡單的幫你做三組 那等於說 幫你做一些比較簡單的方式 好 那這個地方所謂的外層是什麼 例如說我們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實體 它也是一個實體 當它們兩個做所謂的外層的時候 你可以實際上就等於保留外殼 你可以直接打開它 它們兩個穿透在一起 OK 好 好了後呢 我用這個外層來提取的第一個實體 跟第二個實體 它產生的結果是這樣 就是它們兩個相加了 OK 它們就加起來變成一個實體 的部分 好 那針對這一個 右邊這個模型來講 你可以看到 中間就是中控的一個 一個底座的部分 上面有一個蓋子 那我把這個蓋子呢 它也是實體 它也是實體 所以呢我把這個蓋子 把它往下搬 搬到它們兩個 連接在一起的狀況下 那中間 中間有一個孔殼對不對 孔殼你留在裡面 身上對我們做外觀來講 根本沒有意義 因為你怎麼看它吧 我把實體把關閉 我不需要知道裡面有沒有空間在 對不對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 我保留這孔殼的資料 所以在這裡它可以用什麼 就是這個外層的工具 所以你用外層的工具的話呢 就是什麼 連選 外層 外高插 這是第一個實體 這是第二個實體 它會把你把裡面的東西 把你交接 你把你塞進去 這樣的話 好處什麼 反彈就變效了 對 在這個學校的運算上來講 它就比較簡化一些 然後這是第一個 所謂外層的功能 第二個來講 所謂的聯合 聯合是什麼 我不管什麼內容 我就是把它連來 加起來變成一個 OK 所以對這個物件來講的話 跟我們剛才所說的外層 事實上 它的結果實上 是一模一樣的 例如說 我選擇它 第一個跟第二個 它就是把它兩相加 所以針對外層來講的話 它們兩個實際上 是同一個原理 那如果說針對這個物件來講的話呢 我選擇它 我們用所謂的移動指令 一樣的往下辦一個 好 然後呢 我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呢 我現在是用很單純的 所謂的 聯合的部分 欸 對不起 大家好像 不是 好 這個 這個的話 另外就是這個指令 我做一場 它會放是什麼 選擇它 這個 這個價值 所謂的聯合的部分 OK 好 那如果說 我們針對這個模型的話呢 選擇它 按下我們的移動指令 比如說 在這個地方 我把它移動下來 好了 以後呢 我們有這個 聯合 聯合 第一個 第二個 它把它加起來 它會把 一個東西把它 刪除掉 好 OK 所以這些所謂 聯合跟外層 你可以看到 以左邊再講 它實際上是相同 可是 以右邊這個模型來講的話 它的結果實際上是不一樣的 OK 它會做外觀的話 實際上保留著 裡面的內容是沒有意思 那就是 有的時候看 你怎麼去做一些 的部分 好 那如果說 我們針對於 交集 交集的意思是什麼 這兩個 它把它取出 它們兩個交接的 內容部分 就是這個工具 我選擇 它必須要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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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工具 所以你選擇它 第一個 可以很快 後來呢 另外一個叫做 所謂的相解 相解 相解是什麼東西 相解就是說 你把第一個模型 這第二個模型 它保留第二個模型 它會把第一個模型 交接的內容 會篩除 所以就是這個工具 那它怎麼操作呢 選擇它第一個 第二個 它把第一個 在它交接的部分來講 把它做一個 所謂的 篩除動作 另外一個叫做 修剪 修剪意思是什麼 把你剛才的動作來講話 它把第一個 保留出來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用這個所謂修剪 這第一個 這第二個 它所做的過程 就是把第一個資料 還能保留 但結果是 剛才的方式 好 那最後一個 叫分割 什麼叫分割呢 譬如說 我在這個地方 我選擇 這第一個實體 這第二個實體 分割是什麼 它第一個 這第二個 它做出來結果呢 它把第一個 把交接的內容 把它做一個 刪除掉 第二個呢 它把第二個 交接的地方把它刪除掉 它自己會新增 一個交接的資料 OK 所以就會變成 這三個群組的部分 所以各位 你在做一些模型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找到他們一些 共同性的部分 看你要怎麼去做一個應用 那必要條件 它一定要跟一個實體 才可以去製作 OK 好 這個部分來講 做一個形象 那當然這個案 這個案例 我有幫我分享的地方 就是第十七 謝謝主持人 謝謝主持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